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自学网 这一节课我们来做我们的一个图片里面的新篇章 就是我们的简介个人简介对不对 然后就是你个人音频的时候会经常用的 然后我们这边都说了要给他做的 就是让别人看一眼就想是那个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以迪丽热巴为原生 就是女孩子嘛然后要做出什么样子的感觉 就是风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迪丽热巴这一块我们想到 他如果给他做一个警戒的话 画面我们得给他弄充分了对不对 除了画面这个之外呢 如果就是说只有单纯的文字肯定是不够的 其实我们就会想到那我们的背景这一块呢 背景这块我们尽量的让他就是放一张他的大图 对不对如果是美女把照片网上一怼 基本上这个事就成了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就是在排版方面 然后大家没有灵感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去网上去找一些明星海报呀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然后基本上就能做出那样的效果 看起来也炫酷然后还美观 或者是经常去收集一些时尚杂志的封面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好那么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找灵感 找灵感呢我当时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图片 这一个是电影海报 是不是好简约啊 我当时看到他我就想啊 我要做做用他来做一个 这个个人简介不是也是可以的吗 对不对 可能我们要去改动一下东西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呢那现在呢 这些东西都有了灵感也有了 知道大概我们需要用填充的东西加了东西之后呢 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可能会想 那现在就是我们需要一张D668的图片 对不对 所以我去网上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图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那个眼神 我的天哪那是一种恋爱的感觉 就是有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爱情 哈哈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 找了这张图片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想着用这张图片来 做一个D28的简介 然后综合之前的排版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个效果的原生呢 手 其实这里面我主要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隐身效果 可以说是一个战连法 大家会发现我这 这一条啊是穿过来的对不对 从它的脑后面穿过去的 然后这个呢 又是出来的 衔接着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人说那好简单 我把D288给它抠图 其实正常情况下 你抠图抠出来的那个图啊 只有在它本身的那个背景下面 你才能看起来比较自然 其他的时候都会有白 特别是我们做封面的时候 你抠图抠的太瑕疵 我要经常看一些微信公众号 人家那抠图抠的太瑕疵 我就不想剪进去 我觉得这个人做事一点都不认真 太操了吧 这是你个人简介呗 是不是 然后呢 再加了这个框之后 这个框就是沿用我们之前排版的那种思维嘛 然后就做出这样一个 然后呢 再去搜索D288的一个他的语录 他经常说的一些话 一些能量的话 对不对 然后呢我这边呢 我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 叫做自己爱生活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话怼上去了 然后 假装是他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再把他的大米填上去 在下面填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都是跟前面那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面用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一个穿插的效果 这个我等会跟大家讲 然后呢 这个页面总体做好的时候 我又觉得有点空 对不对 然后我想那再去加点装饰的元素吧 因为这个 其实你看他这个照片给你感觉 就感觉挺文艺的 对不对 看 忧愁中带着一点丁香味的勾两样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到那我们要用一种自己 就尽量要有艺术制的那种 就是气质 要有气质 要有那种文青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会想到用我们的衬线字体 然后呢就用衬线字体在这边 个人简介 然后在这边装饰了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又觉得装饰了再四个角 然后跟中间产生不了链接 所以在这边呢 又会给他搞了四个旧的小线条 然后这样怼到一起 让我们的呃 视线全部聚焦到什么地方 聚焦到这个名字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总体去设计他的整个思路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做出来我相信大家都会感觉并不是很难 难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个穿插效果 做出来有点难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穿插效果怎么做出来的啊 来宝贝来吧 现在呢我们干啥呢 我们在这边插入我们一个形状 形状里面呢我们要插入这个这个图文框 然后呢我们先自己去设想一下大概大大小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要拉个这么大的对不对 我们去这边去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它的宽系 然后我们就要这样的 然后这边填充个颜色填充一个白色 因为我这边默认的哈 我默认的形状是那种那种颜色 所以它这边就会有个透明度 我把它缩回去吧 我把这个设计为那个设计为默认形状 以后呢插入的形状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现在呢我们大家看显而易见啊 我们这边呢是把我们低热巴的额头给遮起来了 这样看起来毫无艺术感可言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叫打破常规 然后怎么打破呢 我们按住空调键和我们键盘的这个滚轮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屏幕放大 放大了之后呢我们在格式这边 大家注意啊在我们这个这里面这个图形里面啊 这图形里面有个这个 大家找到这个叫任意度边形 我们选中这个任意度边形 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上来一些看到这个位置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最好呢去把它的透明度调一下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透视到下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好现在呢我们先选第一点 再选这边 然后呢 你看啊到这一块我们都是不要的对不对 我们因为需要它穿插出来嘛 然后到这边 到这边 到这边 我们直接把这边 然后看选中啊 选中然后所为链接 对不对 好然后现在呢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保留的是后面对不对 前面我们要把它去掉 所以我们在格式这边 我们要去去掉它们的 什么就是三角的部分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要选择什么 是不是组合呀 组合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 你就可以选择减除 那大家会发现我选择这个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看啊 就我刚刚这个下面啊 有一个毛边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要把这个去往下拖一点 回 不能把外面选中 把这个选中 这样往上拉一点 这个往下拽一点 这样它就不会有毛边 然后先选下面再选后面 然后这边格式这边 我们选择一个减除对不对 嘿 然后呢现在呢去把它这个透明度给它提提到零 然后呢大家发现 哎 这一个镂空的效果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有人说 这个也还挺好玩的 我跟你说 你要后细你要把它用好了 还有很多好装好装好酷好炫的一些 呃 这个PPT封面哪怕是类液 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做 就好炫酷的 以后给你们讲啊 以后我们会讲总体的来做 好 这个完善了之后呢 我们把下面也把它抠一下吧 抠出来上面呢 是从后面进去的 下面我们就把它有一个撑丝感对不对 哎 然后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同样的在格式这边 去把它这个形状给抠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想保留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feel 对不对 这样一个feel好 然后把它选中 然后把它复制一份 在我们这边呢 也同样的去给它就是这种 倒出来的感觉对不对 好现在呢 选中后面再选中我们这两个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看看哪个合适 如果不行 如果大家就觉得不行的话 我们就回头再拆 对不对 大家会发现同时选中两个的时候呢 中间它是可以裁剪掉的 然后那我们现在选择 如果选择一个拆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选择拆分之后呢 我们这个中间啊 还有这边 大家会发现我们都可以删掉哦 对不对 它就按这个线来的 全部选中 然后删掉 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吗 对不对 好现在呢 就直接把这一段字啊 因为啊 我们这段字 我们直接搞上去Ctrl C Ctrl V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来 大家会发现总体的倾斜 都按这边倾斜也可以 如果像我这样的 我往这边跟它反向 方向倒过来 其实也挺好看的 对不对 好那这个做了之后呢 我们尽量的把它看样子 把自己凭感觉把它聚中一下 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好 然后现在这个都弄完了 然后就是把它的名字加上去 对不对 名字自己打一下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Ctrl C 然后这边Ctrl V 你看打上去了 然后呢这个呢 这个下面这个一条线 大家应该会画了 我就不教你了 然后我直接 哎 直接Ctrl V C Ctrl V 就直接粘贴过来哈 然后把它的颜色 颜色是白色哈 它默认成黑的了 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四个角 然后打四个字嘛 这个超简单的 对不对 就是打个人简介 然后这几个字 大家打一下就行了 Ctrl C Ctrl V 然后这个颜色呢 这个自己的颜色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不能让它的这个颜色太抢眼 因为我们要突出的是这个主体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尽量把这个字体啊 就是把它的颜色比较接近于我们底色 这样就可能会有一个隐藏的效果 对不对 所以呢你在这里面 比如选择这个色 我选择就是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或者选择它皮肤的颜色 完全OK 然后呢 就画四条线了 这个四条线就超简单了啊 就是这个都之前的 也就线条都跟大家讲了 都不我就不会再跟大家去说了 这个超简单 哎 选不中 选不中 打开选选择窗格 选择窗格 我们看这边有 是不是有个连接符啊 然后我们 把这个组合给选中了 然后Ctrl C Ctrl V 然后呢 去总体的去把它的颜色 全部改成白色 OK 这一整页就做好了 就是超简单超简单 所以然后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唐元啊 你这两边的这个线条啊 明显就不对称 不对称 有的时候有不对称的美嘛 有的时候打破僵局 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 所以看你个人喜好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 不是从中间开始low的 所以它其实它的页面 总体的就偏向于右边 所以我们在右边的时候 尽量的往中间那一块移一些 这样呢 就会保持一个基本 稳定和平衡 这是我的想法 你们如果有更好的想法 可以去进行更改 好那今天呢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热巴 我们对它的封面如何去制作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来做一个 黄渤啊 我男人 然后我们 我们来 下节课来做出黄渤的啊 这个地方可能有个限制 当你的颜值不是很高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来突出你的人格魅力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讲究设计感了 下节课我们再见啦 大家拜拜啦 下节课